Hello 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我是你们的Yoki姐姐 然后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 是想和我们的观众小朋友展示一个来自于我们这个 an ice cream treat 它是可以用我们这个动力纱呢 去跟我们的观众小朋友 组装出来一套特别可爱的这种冰淇淋 冰淇淋的小套装 相信我们的小朋友呢 应该都是非常的喜欢它 适合于我们三岁以上的一个小朋友 然后这里面的主要的工具呢 不是我们的赔了多年土 而是我们的动力纱 我们可以把它转过来看一下 在它的这个套装当中是有非常多的小工具 这是它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优点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还有它非常多的一个这个小的杯子 可以让我们的观众小朋友做出来 非常多的一个这种杯子的这个冰淇淋 然后杯子的一个纸杯蛋糕 或者是我们的甜筒 都是非常的可爱 我们这边还有它这个小勺子 小勺子的话呢 也是这种蓝色的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勺子 那么我们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进行一个开箱的展示 希望你能够喜欢 在接下来的视频当中呢 会陆陆续续给大家带来各种各样的一个 这个动力纱的一个组装的视频 就是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可以把我们的钟丽莎呢 给它做成一个非常可爱的这个小的冰淇淋 小的一个甜筒 或者是小的其他的一个物件 和我们的陪乐多的一个饼干快兽 一起做一个小游戏等等 都会陆陆续续的推出 如果想看到的话呢 可以直接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的频道呢 是每天都会定期推出 如果有订阅的话呢 就能够直接收看到我们每天最新推出的视频啦 它这边呢是有一个说明书 然后我们的说明书呢 有很多种语言 其实呢都是比较的就是类似 每一个呢都是一样的 主要就是适合于我们三岁以上的一个小朋友 因为它里面呢是含有非常多的这种细小的物质 如果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的话呢 是不小心把它吞掉啦 或者是吃到我们嘴里的话呢 就有可能引发一些不好的一个后果 所以一定要注意的就是 千万要注意是三岁以上 那么我们就现在先把它的这个杯子呢 给它进行一个打开 所有的模型呢都是非常的坚硬 这边的话呢 我们是把它的包装给它打开一下 哇可以看到它这个动力纱的颜色 非常的漂亮 是一个粉色的颜色 可以看到我们的动力纱的手感特别的好 我们可以把它用我们的剪刀给它剪开来 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模型 然后我们下一次呢就可以做出来非常多的一个美味的冰淇淋啦 嗯好了希望你能够喜欢啦 如果喜欢的话呢不要呢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或者是可以在视频下方呢给我们一个订阅 我们的频道呢是每天每周都会进期推出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